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1月1日起 除了限定区域外 北京市核心区、城区、郊区及山区 全年全域禁止延放烟花爆竹 意味着按照北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规定 在全市五环路以内区域或定为禁放区后 五环路外有各区根据维护公共安全及公共利益的需要 或定的禁放区域亦已全部落实 由1993年至今的28年间 传统习俗与城市发展、公众认知与政策演进之间 双方互动从未停止 正是这种不断信应民意、引导认知的努力 让北京的全面禁放得以最终实现 至于为什么北京市政府会在1993年 毅然出台禁放法规? 在这一年的农历新年内 北京有超过500人因为炎放烟花爆竹意外受伤 有5人被窄除眼球 其中随值夜因为烟花爆竹导致火灾超过200宗 造成损失13.7亿元人民币 于是在同年的北京市量会期间 300多个人大同政协要求禁止炎放烟花爆竹 而有关部门收到的市民来信来电600多次 当中75%的意见赞成禁放 在这个背景下 北京首次出台禁放法规 当时的承拔区成为禁放区 随着1993年的禁放政策出台后 北京市政府亦不断收集市民意见 其后亦当次调整禁放政策 与此同时 有关部门仍年减少烟花爆竹销售点 实行购买实名制 今年农历新年更是首次取消了城陆区 所有花炮销售网点 全市烟花爆竹销售量不断创新低 同时节日期间空气质量持续向好 有意见认为 北京市烟花爆竹炎放政策经过多次调整 民众记看到主政者对公众千年习俗的充分尊重 对民意变化的真切感知 在权衡利弊中催利避害 作出最为有利战略抉择的能力 政府在制定政策时 应该直接面对公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 紧贴他们的期盼 这样的城市治理 就能够不断赢得主动权 今集东望点平时间就到这里 再会